GamplayHK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每個月我們GamplayHK為大家報導最新遊戲的時候 9月的天氣還是很熱,究竟有什麼新遊戲陪伴我們度過這個嚴嚴夏日呢? 還是又減不下手,要出去曬太陽? 如果覺得這條影片幫到大家,記得按讚和分享支持我們 還要記得訂閱我們GamplayHK YouTube Channel 第一個為大家介紹的遊戲,就是叫做Panage Alpha 會在PS4、Xbox One Switch和PC上推出,發售日期就是9月4日 我們玩家身處在一個外太空星球裡面,當中有很多危險的情況等著我們去面對 而玩家有一個特別技能就是可以操控時間,可以令到場景由日開始變成晚上 這種技能就應該是用來逃避外星生物的追捕,又或者解謎的其中一個要素 Panage Alpha 的感覺,就好像之前有一款遊戲,Inside 玩家都是獨自一個去闖關,整個遊戲都是充滿無助感 有很多敵人去追捕自己,還有很多很有特色的解謎關卡等玩家可以動動腦筋 Inside 也是充滿黑暗的感覺 而Panage Alpha 就有一個圈禮的世界觀 不知道玩開Inside 的朋友有沒有興趣去外太空冒險一下 都是9月4日有一款畫面好像Diablo的RPG遊戲 Shadows Awakening 發售平台就是PS4、Xbox One和PC 遊戲人數是一人,語言就有中文和英文選擇 官方就很強調這遊戲的故事內容非常豐富 單人遊玩有超過40小時的時間 故事發生在一個充滿惡魔和怪物的平衡宇宙 玩家就需要在影界和犯人界之間穿梭 不過這遊戲的資料不多 如果喜歡玩奇幻式RPG遊戲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因為始終有中文版 9月6日有一款重製作品 428 被封鎖的攝谷 會在PS4和Steam上推出 這個遊戲在2008年由春Soft開發 是一款V平台的影像小說遊戲 當年來講在日本是大受歡迎 故事講述在攝谷發生一場綁架案 在這件案件當中會涉及五位角色 我們玩家就會為這些角色作出選擇,從而改變他們的命運 遊戲故事發生在10小時之內 玩家的不同選擇可以創造出超過50款不同結局 感覺上就好像最近大受歡迎的Detroits Become Human 不過表達手法就很不同 4200被封鎖的攝谷就是以真人拍攝的影像 再加上交代故事真的好像一本小說 在畫面出現很多文字等大家去看 10年前就大受歡迎 不知道這個年代的玩家又接不接受到這種遊戲玩法呢? 9月6日 Aleobus Song of the Enders 將會在PS4和PC上推出 支援VR裝置 這遊戲很棒,開發坐箱是Korami 製作人是小刀手夫 以為小刀手夫好像離開了Korami 沒錯 因為這遊戲03年才在PS2上推出 2012年的時候在PS3上重製過 現在再次重製有什麼賣點呢? 就說對應了4K和VR 貼圖的材質當然會上升 除了這樣之外最大的突破就是多了一個很容易的模式 遊戲玩法就是玩家坐在一部機械人裡面 就會有大量的無人機或者戰艦被玩家去擊毀 感覺上都頗巧操作性 可能因為這樣 Korami 為了吸引新玩家 就加了這個很容易的模式進去 不過怎樣都好 畢竟都是由小刀製作的 遊玩性方面一定會有保證 如果你有玩過舊版 又或者你有VR裝置的話 可以用一個這麼高清的畫質去體驗做機械人駕駛員的感覺 我覺得都是值得去嘗試一下 同一日有一款格鬥遊戲推出 SNK Heroines Tab Team Fancy 9月6日就可以在PS4和Switch上玩到 遊戲語言有中文和英文 看過名字都知道 這是一款集結了SNK人氣女主角的格鬥遊戲 這條影片就展示了KOF裡面的Luan和Mian 這兩個女傑 另外官方就說這遊戲適合格鬥遊戲的初學者玩 所以就不需要挫招 按鍵就可以出到招 在宣傳片中看到就算同一個角色 都有不同的造型 暫時已知會登場的角色 就有12個加2個隱藏角色 其中一個隱藏角色最近已經公佈了 就是變得性的Terry 不知道這隻格鬥遊戲合不合你們玩 等了幾年的Spiderman 終於在9月7日會推出 今年的E3就有一條新的Gameplay片 看到在游玩當中有很多個場動畫 而Spiderman也有很多有趣對白 這太好 可說 可以等一會 我正在中間的電話號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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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城市可以周圍幫助有危險的市民 故事背景就是22歲的Peter剛剛大學畢業 已經成為了Spider幾年 遊戲流暢度和打擊感都非常好 而蜘蛛一盒也有很多不同的攻擊動作 玩家應該就要去練習熟習操控 宣傳片最尾就看到Spiderman 被Mr.Negative一等人打到落花流水 之後還要畫面轉黑 這個畫面廠商代表什麼呢 當然想跟大家說 快點去買一隻Game 幫只主合扭轉局面吧 看完Spiderman之後 有一款結合了射擊動作和角色扮演元素的遊戲 Unmodel Unchained 都是9月7日在PS4、Xbox One和PC上推出 遊戲人數一人,語言之有英文 這遊戲在Gamescom 2017 首次曝光的時候 這個感覺就好像Dark Soul 加上主角雙手被鎖住 又去光頭就好像Guard Love War裡面的黑雷多斯 就這樣看好像抄襲抄襲 不過故事也有自己風格 遊戲設定中的主角 他的能力大到可以毀滅宇宙 就是因為他被人找到宇宙監獄裡面 記憶都隨之消失 不過遊戲開始的時候 肉掌就無法拉放他出來 告訴他他的能力可以用來拯救宇宙 就是因為這樣 而踏上拯救宇宙的戰鬥之旅 一部份玩法都很像Dark Soul 除了考驗玩家的技巧之外 如果主角死了的話 雖然會重生 但之前穿著的戰利品就會在死的地方留下了 如果打擊BOSS的時候死了 都不知道會不會回去收拾好 故事性方面應該都是不差的 因為劇本就是由巫師和Battlefield 1的編劇一起去寫 看來喜歡玩Dark Soul系列的朋友又可以自若一下 自從去年NBA Live翻生之後 今年繼續都有NBA Live Lighting保留生涯模式The One 讓大家可以在遊戲中體驗NBA的職業生涯 這個The One其實去年都有 今年有什麼特別 就可以加入一個名為Icon的技能系統 作用就是讓你的人物可以學習現役 或者一些傳奇球星他們獨有的技能 這張官方圖就顯示Icon的技能版面 右邊看到IconSkill就是Inside Shot 左邊看到Ray Allen不知道是不是向他學習 除此之外去年加入的WNBA 今年我們玩家還可以做女性球員 官方宣傳片最後就有一堆球星 有些是傳奇球員 例如Iverson、帕斌、奧妞等等 另外還有一些現役的出名球星 推出平台就是PS4和Xbox One 發售日期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9月7日 就是他的死對頭2K的20週年特別版本 即是Labond Dreams做封面的人都是這一天有得玩 為何今年他們這麼老友 之後都是籃球遊戲2K19 如果大家是買字母歌的版本就9月11日推出 不過如果你買20週年Labond Dreams的版本就早4天 9月7日就可以玩 推出平台就是PS4、Xbox One、Switch和PC 這次2K最大特色就是多了一個Take Over的系統 有點像之前的On Fire 例如在這個畫面的杜蘭特的名字旁邊有一個icon 其實就是Take Over的計量表 當滿了就會解鎖一些技能 Take Over的類別就劃分了球員有10種不同的技能 每種技能計量表滿了都會發動有不同的加成 甚至上膽動作、歐洲步等都會解鎖到 即是玩的時候我們玩家如果看到球員有Take Over著火 那當然要好好運用它 又或者反過來對面玩家的球員有著火 就要好好防守它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微調 例如偷跑的判斷、防守的平衡性等等 好了,兩隻重頭籃球帶作都差不多時間推出 大家又如何選擇 兩天9月13日 就有一款魔法動作射擊團隊對戰的遊戲 黑色五頁草、騎士四重咒 遊戲平台就是PS4和PC 線上對戰最多可以4對4 語言就有中文和日文 不過留意電腦版應該只有尾版和歐版 所以多數都不會有中文字幕 這遊戲就是由動畫黑色五頁草改編 玩家就會扮演動畫中的魔導士角色 利用劍和魔法去對戰 每個角色都有自己所屬的職業 分別有鬥士、射手、支援者、治療者 而魔法就會有主要魔法 輔助魔法、額岸魔法和究極魔法 不過遊戲設定就說這隻是射擊遊戲 不知道用劍的鬥士會不會輸贏 接著就是一款充滿創意的Switch遊戲 LABO LABO首次發售就是今年的4月20日 想不到隔了3個多月 就有新遊戲推出的消息 正式發售日期就是9月14日 售價就是69.99美金 今次的主題就是一個可以變形的交通工具 我們看到可以變成越野車 又可以變成飛機 還有潛艇 而LABO的紙皮就是接出了這三種載具的控制器 遊戲玩法估計就在世界中 我們玩家拿著不同的載具去探險 看到世界環境都很大 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我們可以去砍樹、放炸彈、或者二人合作 其中一個開車、另外一個開車槍可以射擊 我覺得LABO的遊戲有一個缺點 雖然它很有創意 但是遊戲世界中就沒有任何故事觀 看看今次會有些對戰系統 甚至有些賽車的比賽 希望可以提升可換性 不然 砌好的LABO玩兩玩 有機會放下 從此就封塵了 還有一件事是未公佈的 之前第一盒LABO 已經受到Mario Kart 8 Deluxe的支援 電單車控制器真的可以玩過Mario Kart 究竟今次第三代LABO會不會都可以支援呢 甚至會不會其他賽者遊戲都可以運用到 希望可以更多支援 變成這個遊戲可以值得玩一點 畢竟這遊戲要500多港幣 想不到有第三代那麼快 接下來是一款系列作 《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9月14日在PS4、Xbox One和PC上都可以玩到 語言有中文和英文 官方表示《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三部曲 這一集就是最後一集 今集洛拉都會繼續追擊聖三一這個組織 查明為何會殺死他故事 遊戲場景就會由墨西哥開始 去到秘魯一個隱藏著馬文明的叢林裡面 今集就會有新的水中探險這種探索方式 加上有些新動作 比如沿著牆壁跑 看來解謎的難度將會增加不少 之後為大家介紹就是這隻《二刀神劍2》的最新DLC劇情 DLC本身就是2778日圓 如果連買一隻驚賣就是3980日圓 今次這個大型劇情DLC就是講回500年前 一個神秘國度依賴 解構阿珍和阿滅 再加上阿大爾等人的謎團 究竟500年前阿光和阿炎的性格是怎樣的呢 以及今次這個DLC的主角就變成阿珍了 不過有件事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到現在都沒抽到所有神劍回來 這麼快就說有DLC了 看來我趕快又要拿回這遊戲來查一查神劍 龍珠大受歡迎的《Jurkenball FighterZ》將會移植到Switch 發售日期是9月27日 上一次《Jurkenball Xenoverse 2》加入體感元素 讓大家可以拿著《Joy-Con》出絕招來歸波氣功 但當然玩下去就知道這些動作都是Gimmick出頭 實際用途不大 今次《Jurkenball FighterZ》就實際很多了 就去首批特典送給大家 超任年代的超武鬥轉下載碼 我自己《Jurkenball FighterZ》就爆機了 但都考慮買不買Switch好 當去買一隻懷舊遊戲 送回一隻新驚 是不是有本末倒置 都是27日《戰場女武神4》 將會在Switch上面推出 遊戲人數一人 語言就有中文和日文 其實PS4版在今年3月就已經推出了 這款遊戲我們之前也有介紹過 有興趣可以回到那條影片看看 Switch版就會收錄了 PS4首批限定特典的先行特別作戰 以及可以得到一個價值500日圓的折扣罪號 用來在E-Shop上買《戰場女武神》第一代 我自己覺得在Switch上玩戰略遊戲的體驗是會比PS4好一點 不知道這款戰略遊戲合不合大家 然後是一款Switch的移植作 《美麗新世界》 大家留意這款遊戲9月27日推出的 是日文版 官網說有中文版 但要國際版才有10月12日推出 這款遊戲原本07年的時候 在NDS上推出 來到Switch上 畫面經過重新繪製 除了支援原本擁有的觸控操作之外 都新增了JoyCon的操作方法 以及收錄了之前所沒有的全新故事章篇 而且都是首次支援中文的 遊戲發生在東京 主角有一天突然收到神秘組織死神的E-mail 就說死神遊戲考驗正式開始 參加者需要在7天內完成被賦予的任務 才可以生存下來 這款遊戲當年在NDS上推出 都得到很高的評價 不知道大家對它有沒有興趣呢? 《英雄傳說閃之鬼跡4》 終於來到最後一集 《英雄傳說閃之鬼跡4》 《The End of Saga》 9月27日在PS4上推出 語言暫時只有日文 來到最後一集 其實以往出現過的角色 都會在這一集都出現了 就好像剛剛看到的黎恩 身體裡面的鬼之靈終於失控 究竟掃完了四代 新鬥的七番 如何推翻史上最大的軍事國家 埃雷波尼亞帝國 如果你是英雄傳說的Fans 一定不能錯過這款遊戲 有一款角草遊戲 《無雙オロジェンモ3》 推出日期9月27日 發售平台PS4、Switch和PC 這個系列上一集已經是七年前的事 集合了三國、戰國和西方神話的一個 《無雙角草遊戲》 《可用人物》暫時是系列最多數目 170人以上 宣傳片看到希臘的神宙師和Adena 除了太多個武器 把所有力道都給予得到 準備到了 還有英雄柏爾 像修斯 造成一場超帥的北歐之神奧丁 究竟這個故事會是怎樣寫的 西方的神如何處合三國和戰國人物 我自己都很好奇 而本身是人類的武將究竟如何和神對決 就是有一個力量,神格化 所以他們的武雙技都會華麗很多 還有一招合體神術 就是在隊伍中七名角色一起用的一招大技 無雙伯在年頭就令大家很失望 不知道這遊戲,這麼大堆頭,這麼多人物 光榮會不會給一些誠意做好遊戲 挽回玩家的信心 接下來這也是葛草遊戲 受贊重者斬 9月27日在PS4上推出語言只有日文 其實受贊重者系列的遊戲 之前都是文字冒險的玩法 現在換了樣子變成葛草又是怎樣呢 在關卡中,玩家可以在四個可以操控的角色之間隨意切換 如果網上玩就可以四個人合作 不過這類型葛草遊戲其實玩到每個都差不多 都是看玩家受不受到裡面的人物 不知道有玩家可以受贊重者 原先文字冒險玩法的朋友接不接受到這種改變呢 哇,接下來這遊戲的名字很長 勇者戰機少女,世界啊,宇宙啊,刮目雙看吧 終極RPG宣言 發售日期9月27日 在PS4上可以玩到,語言有中文和日文 這遊戲其實是超次元戰機 戰機少女的衍生作品 官方就說這遊戲會是2D橫向卷軸RPG的玩法 不過我看完整個PV都是不知道怎樣玩的 直至看完官方的圖片終於明白了 一般操控就像傳統的橫向卷軸動作型的遊戲一樣 雨滴之後就可以控制角色出擊 看角色造型來說應該都有分不同的職業 看來這遊戲都是粉絲的事項 不知道好不要玩 一樣是9月27日,Life is Strange 2 將在PS4、Xbox One PC上推出 語言有中文和英文 和前座一樣都是分章節發售 這次是5章中的第一章 故事內容是全新,和前作沒有任何關聯 這次故事是講述兩個原本在西雅圖生活的兄弟 因為一次意外而要逃避警方的追捕 目的是去到家人的故鄉墨西哥尋求更好的生活 這集的重點就放在考驗兄弟情的冒險之旅上 旅途上會遇到各種不同的挑戰 而我們的選擇都會影響到故事的結果 不像前作這樣可以改變已經發生的事 以我自己玩過前作的感覺 就好像在看一套可以自己決定故事發展的劇集 不過章節和章節之間的發售時間有時間太長 中間放下太久可能會放涼 感覺上好像沒那麼投入 所以大家想玩的話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等它出齊才買 Fever 19 將會在 PS4, Xbox One, PC 和上年一樣 Switch 都可以玩 不過今年有點特別 廠商證實了連 PS3 和 Xbox 360 都可以玩 發售日期就是 9 月 28 日 自從買了歐聯的 license 之後 今年正式可以玩 玩家可以在全新的歐洲冠軍聯賽模式當中 由分組賽慢慢打上去直至拿冠軍 又或者在生涯模式中 玩家可以扮演 Alex Hunter 目標當然在歐洲聯賽奪冠 今年都是請了斯朗做封面 兩代都是斯朗 會不會有人買錯 有沒有女生在看這條影片 買給男朋友要小心點 要看著是19 好,介紹完九月份精選遊戲之後 今個月出這麼多大作 大家選好哪一隻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遊戲介紹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支持我們 謝謝,拜拜